被战年底大选 民进党年后的第一场选队会 在总统官邸召开 蔡总统亲自主持 针对了各县市首长人选来布局进行讨论 会中达成了两项共识 包含像是台南高雄嘉义要成立 征询协调小组 至于台面上已经三抢一的屏东线 则是要尽速来办理初选作业 另外在台北市长这一仗 卫副部长陈时中代表绿营出战的呼声很高 他已经有绿委替他筹组后援会 车队开进总统官邸 行政院长苏贞昌 桃源市长郑文灿陆续抵达 蔡总统邀及农历年后第一场选队会 讨论年底县市长选战布局 会中达成两项决议 针对嘉义台南高雄 成立征询协调小组 由中职会提名 三抢一竞争激烈的屏东线 则要尽速办理初选作业 也有多位政务官被点名参选 这几年来行政团队的政绩 获得国人的肯定 部会所长受到国人的肯定重视 我已有容颜 选举这件事 还是要尊重个人意愿 其中一位是苏院长身旁 卫福部长陈时中 批绿袍出战台北市呼声很高 对手最有可能是国民党蒋万安 和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至于陈时中跟蒋万安生日 差一天都是摩羯座 民众党拿新作分析 认为黄珊珊是一人对战恶魔党 听得出陈时中相当无奈 运基层则很积极 以替陈时中筹助选战后援会 台北顺时中 支持陈时中 我们为大家揭牌 陈时中北区后援会 我们不要白开水 我们也不要不沾锅 我们要的是有肩膀 有责任心 有荣誉感的 我们就说谢谢大家的关心 毕竟眼前还有疫情难题未解 有人抬轿陈时中不急着坐轿 记者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见